Hello 大家好 我是Ivy 欢迎回到Ivy的微醺酒馆 那么你们的馆主刚刚过完生日 你们的生日祝福我都收到了 谢谢大家 那这两天的葡萄酒圈被一条新闻刷屏了 就是人称康帝国士组迪克尼亚万 Can you please state your name for the record? Rudy Cornell万 因为麦甲酒在2012年入狱 但是前几天11月7号刚刚出狱 他即将被遣送回国面临2000多万美金的罚款 那你们会说卖甲酒多了去了 可是Rudy他卖甲酒卖了清新脱俗 而且技术还量极高 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就来讲讲Rudy 究竟厉害在哪里 以及我自己和身边朋友的甲酒经历 最后会告诉大家如何识别甲酒不在彩客 话不多说 马上开始 大家好 我是Ivy 欢迎来到Ivy的微醺酒馆 花刀七分 酒至微醺 让我和你分享不玩而美的品酒至高境界 之前大家一直要我推荐跟葡萄酒相关的电影 我这次就推荐大家去看一部纪录片《酸葡萄》 讲的呢就是鲁迪神秘的声势 以及犯罪的整个真实记录的过程 他的声势我今天这期节目就不多说 你们自己去看就好 我们今天主要来探讨一下鲁迪究竟把甲酒怎么卖得清新脱俗 那首先鲁迪呢是把自己伪装成一个超级富二代 开着布加迪在美国洛杉矶住的百万豪宅 那首先呢他会到葡萄酒的拍卖场所用高价拍卖非常昂贵的葡萄酒 那其中呢就包括世界上最贵的葡萄酒 罗曼尼康蒂以及很多法国一级庄的稀有年份 那葡萄酒圈的人就开始好奇 嗯这么有钱的人究竟是谁呢 而且呢他也非常舍得花钱钓大鱼 就是在圈中结石富豪之后呢 就会送他一瓶非常珍贵稀有的葡萄酒 先生很高兴认识你 这是82年的拉菲 请收下 那你说爱酒人是怎么会不收下 不收下千里不容啊 那久而久之呢就在富豪圈混出一片天地 而且呢大家都会很信任他 那鲁迪他本身呢就是一个超级味蕾者 那超级味蕾者讲的就是那些味蕾特别敏感 能尝到普通人尝不到的味道 而且这多数是发生在亚洲人身上 说白了就是鲁迪在品酒的时候特别能吹 就感觉跟他一起喝酒 整个人都上了一个档子 那你们听过最扯最扯的品酒吹牛是什么呢 欢迎在弹幕或者留言区告诉我们 那么在获得信任以后 他就开始拍卖他的假酒 给他那些人傻钱多的富豪们 单单2006年的拍卖会 他就拍卖了12000瓶的葡萄酒 价值不分 那看到这里你心里想 那鲁迪就是一个会混圈子会营销自己的人 有什么了不起的 他的厉害之处不只是会营销自己 他卖的所有假酒都是自己调配的 他呢可以详细清楚的记得某一个名妆的酒 那一个年份是什么味道 然后呢他会买一些其他比较便宜的酒 自己来调配成那个感觉那个味道 然后装品卖给别人 那说实话我很佩服也很羡慕他这种天分 像他这种才能在纳塔如 混一个非常有名的酿酒时 绝对是绰绰有缘 何必干这种送自己上天的勾当呢 他被捅出来主要的原因就是 卖了伯根蒂有名的蓬送酒庄 一个不存在的年份 被人家庄主单众捅出来 才会有后来一系列被捕的事情 那你们想想如果他当初没有被捅出来 那现在市面上得流传着多少鲁迪的名贵家酒 非常非常巧的是我一个朋友 是买过鲁迪他们的酒的 他买的是1.5升装1961年的拉图波美猴 那1961年的算是非常非常传奇的一个年份 我问他那你当时候的时候有什么奇怪的感觉 他说没有啊感觉挺真的呀 那后来呢他才发现这一瓶酒是来自古地 但是呢他觉得非常有趣呢 就把他这个空瓶留下来作为一个纪念 那我自己也有收到假酒的经历 就是我一个朋友送给我年份的拉菲 我当时很开心想打开喝 但是呢发现酒帽有一些奇怪 而且打开了之后木塞特别特别的新 那酒标上的印刷也不是很顺 那倒在杯子里之后呢 他的颜色非常的新像是新酒 当时我就知道是假酒不一个 但是呢一般买到假酒就只能认自己倒霉 如何辨别假酒呢 在这里跟大家讲讲几个辨别假酒的方法 那么最重要呢就是在靠谱的酒商那边购酒 毕竟他们的监管力度比外面的小商贩好很多 那但是是如果别人送的酒或者你买来之后不是很确定呢 那下面有三招可以教你如何辨别 那第一呢就是外观 你要先看一下酒帽那个部分有没有折叠 有折叠呢很大的可能就是被换听了 再看看酒标是否印刷清晰 而且有没有英文单词听错 很多酒标你远看没有问题 近看你就发现他犯了非常低级的错误 就是英文拼错 第二呢就是木塞 我觉得木塞呢是辨别假酒最好的阵子 好的贵的葡萄酒一般是用整木来做软木塞 那反之便宜呢就是用碎木屑来做木塞 而且一般木塞呢会印有酒庄的名字以及年份 如果你发现木塞跟酒破不对版 那么就是假酒无疑了 如果你买的是老的年份 木塞呢很大的可能已经是呈现这样的状态 有一点点潮湿 如果你买的是一瓶老酒 结果木塞特别的新一点酒字都没有 我觉得那是假酒的可能性非常的大 最后呢就是味道 但是我觉得葡萄酒呢它每一年的气候不同 酿出来的葡萄酒风味也不太一样 所以除非你对某一个酒庄所有的年份都非常的强性 你才可以通过味道去辨认是否真假 我觉得这就是鲁迪厉害的地方 就是它可以清楚的记得某一个酒庄某一个年份的特别的味道 是大事 但在这里呢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些非常简单的判断方法 如果你买的酒是新酒大概5年以内 它酒的颜色呢是会呈现深紫色到宝石色 味道呢会果味比较重一点 如果你买的是比较薄的葡萄酒大概15到20年 那么酒的颜色是趋向于黄褐色 果味不是很重 但是它有二级香气 有像皮革啊咖啡啊雪松那样的味道会比较强烈 所以颜色跟年份不搭其中必定大有毛命 在艾比我呢一直也在筹备自己的微醺酒店 我收到最多的资讯是你推荐的酒在哪里买 那么现在呢是在筹备过程中明年就会上线 大家呢就可以买到由艾比认真 好喝又放心性价比高的葡萄酒 那我也打算做一些订阅定时呢 给大家推荐一些何时节 而且是最新的酒款 送到你们家里给小酒鬼们喝 想喝的扣衣我要来备备货看看够不够你们喝 那看完今天的节目 我们微醺酒馆的小酒鬼 在外面就不能再被坑了 如果你有什么判断假酒的小妙招 也欢迎在下面留言 喜欢我们的节目 别忘了点赞关注转发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拜拜 干杯 美酒既是艺术也是生活 关注艾比的微醺酒馆 带你品味乐趣人生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我们下期见 别这样 答应 吃